第341章 圣战天使 天使在生命消失的最后刹那间 他们一定会想法设法 毁掉自己的力量源泉 天使之心 绝不会留给敌人 但定地神术曾经先后几次 掠夺来完整的天使之心 现在他又成功掠夺来修道者的力量源泉 原因 这领陈南感觉有些意外 有些欣喜 原因乃是修道者的本名元气所化 是生命与能量实质化的交融体 修道者的思感能够沉浸于此 相当于修道者的另一具身体 可以在这修道者的心神出离本体 畅游于天地间 不过 一般只有修为强大的修炼者 才敢随意让原因出体 一般人是不敢如此冒险的 因为只有接近非先境界的修道者的原因 才具有强大的攻击力 才有足够的自保能力 只有修为达到五阶境界的修道者 才能够修炼出原因 达到六阶境界的修炼者的原因 就已经非常强大了 今日李渊遇到了可怕的对手 他知道无法逃离这里 在临死前想碎掉原因都未能如意 被定地神术生生给炼化了 小龙可怜兮兮地望着陈南 小声嘟囔道 真的想吃一颗水晶果子 他试了几次 也不能够接近定地神术 只好求助陈南 陈南笑了笑 摸了摸小龙的可爱龙脚 道 等彻底结束这次战斗 满足你这个小馋猫的愿望 哦 太好了 龙宝宝高兴地叫了起来 不过随后 他又不满地嘟囔道 是神龙 当李渊的尸体突然自高空坠落下去时 地面上数万人哗然 众人怎么也没有想到 才不过半个钟 近乎无敌的六阶强者 竟然已经变成了一具冰冷的尸体 所有人皆急忙仰头向空中观望 只见陈南和小龙皆毫发无损的立于虚空当中 最终的胜利者与失败者一目了然 至此 任谁都已经知道了战斗的最终结果 只是 所有的人都不明白 刚才两人一龙为何消失了呢 而且现在又突兀的凭空出现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远处重伤的李若兰陷入了疯狂之境 这个好战狂女 见到自己至亲至近的祖爷爷 失衡当场 如同疯了一般 自巨型孔雀背上冲天而起 手持神剑向着陈南冲击而去 然而就在这时 一道灰影画做一道电光 快速冲到他的身前 拦住了他的去路 灰衣人爆发出一团白蒙蒙的光辉 向着李若兰笼罩而去 陈南双眼瞳孔一阵收缩 因为 他看到了一条熟悉的身影 灰衣人的肋下竟然夹着龙舞 现在 他又将李若兰生情了 这 陈南感觉有些乱 不过他想也不想 立刻向着灰衣人冲去 多日不见的龙舞 此刻处于昏迷状态 他竟然被人挟持 怎么能够不令陈南着急呢 李若兰本是重伤之身 所以轻易就被能够 遇空飞行的灰衣人擒住了 现在这个狂女 只能干瞪眼 陈南快速冲到了灰衣人的眼前 立刻感应到了一股熟悉的强大气息 和定地神术上的天使之心 所透发出的圣洁气息 几乎完全一样 在看灰衣人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西方女子 他心中历史恍然 私自下界的天使 由于龙舞掌握在对方的手中 陈南美感立刻出言不逊 灰衣人静意不定 他没有回到陈南的问题 道 此女是你的仇人 我擒住她与你无关 陈南不想让这个灰衣天使 知道自己和龙舞相识 他冷哼了一声 道 你身为西方神灵 为何私闯我东方 而且劫留我东土女子 这 灰衣天使一时间张口结舌 有些说不出话来 然而就在这时 远方五彩霞光闪烁 一片彩云在这一道利盈 快速冲了过来 他口中娇喝道 这次看你往哪里逃 灰衣天使脸色大变 想立刻逃离此地 只是 陈南岂能如他所愿 快速挡住了他的去路 与此同时 小龙也将强大的神龙气息 锁定了他 脚踏五彩祥云的白衣利盈 眨眼间冲到了近前 喝道 你为何要劫走 我的徒儿龙舞 而且 你本为西方的中阶天使 为何私闯东吐 难道你们忘了 当年的约定了吗 这是一个年约三十几岁的妇人 雍容华贵无比 美艳不可芳物 陈南有些吃惊 不知道龙舞 为何成了眼前 这个高深莫测的妇人的徒弟 在陈南打量华贵妇人的同时 对方也在打量着她 陈南还未开口 美艳的妇人便先开口了 你就是陈南 正是 前辈是 我是乾隆的师父 现在又成了我的师父 啊 陈南真的有些吃惊 当初的乾隆再年轻一代 隐隐有东土第一人的势头 这个人竟然是她的师父 而且 现在又成了龙舞的师父 可怜的龙儿 他没有你幸运 竟然失落在死亡绝地 风华绝代的妇人 在提到乾隆时 明显很伤心 这个天使 为什么要劫走龙舞 眼下 陈南最关心的还是龙舞 忍不住开口问道 我本想带我回归仙山 教习他修炼法门的 但他听说你要在这里 和人进行帝王之战 放心不下 央求我来这里见上你一面再走 谁知我一个疏忽 这个圣将天使 便将龙舞掠走了 究竟为何 到现在我还不明白 陈南有些感动 龙舞央求他师父来这里 恐怕是怕自己有闪失 想要这位实力高绝的奇人 在关键时刻相救于他 看着眼前的灰衣天使 陈南大怒 实在不明白 他为何要劫走龙舞 而现在又要劫走李若兰 简直有些莫名其妙 小龙对龙舞相当有好感 忍不住哪生哪气地出声道 竟敢欺负龙舞妹妹 实在可恶头顶 两大高手外加一条神龙 将灰衣天使逼在中央 强大的气息 令他感觉胆寒 最后逼迫的他 不得不低头道 冒犯之处 还请两位见谅 我对你们口中所说的龙舞 并没有恶意 既然你们已经看出我的身份 我也不再隐瞒了 我确实西方天界的 一名中阶天使 之所以抢掠这两名女子 因为她们可能是我西方的 圣战天使转世 看她的样子 不像说谎话 陈南有些吃惊 道 什么是圣战天使 你们凭什么这样 猜测到他们两人身上的 龙舞的师父皱了眉 道 圣战天使 是传说中赤天使之上的存在 是处在天使金字塔顶端的强者 甚至能够和主神相媲美 当然 数量相当吸收 陈南心中一惊 同时感觉怪怪的 龙舞不会是一个圣战天使吧 他心中直犯嘀咕 不过随即又释然 这怎么可能呢 怎么看李若兰那个疯女人 都更像圣战天使转世 你怎么能够确认 他们是圣战天使转世呢 陈南问道 回忆天使道 千余年前的玄战 曾经席卷进去无数强者 其中一位圣战天使 陨落在东土 智慧女神预测道 这位圣战天使 在东土不断轮回 在这一世定然要觉醒 经过智慧女神的精心推测 这位女圣战天使 大约在20岁左右 其必然有着超觉的天赋 随着她逐渐觉醒 肯定将成为 东土最具实力与潜力的年轻女子 所以你们立刻有了目标 龙武的师父面色有些寒冷 虽然对方为一个神灵 但修为到了他那般天地 早已经不尽神力先 他这样的人 更相信自己的实力 他质问道 你们确定了几个目标 经过以前 还有近几日的详细了解 最终确定了九个目标 陈南问道 都有谁 孟可 李若兰 龙武 东方凤凰 杜灵 陈南一金 会依天使所说的九个人选中 竟然有半数都是他所认识的 他冷声道 这些女子都是东土的风云人物 你们如果将她们全部掠走 就不怕挑起东西方纷争吗 没有想象中那么严重 会议天使解释道 仅仅需要一天 我们便能够辨别出 他们当中 到底谁才是真正的圣战天使转世 我们会在第一时间 放走其他八人的 龙武的师父冷冷地道 你们违反千年前所签订的协议了 不管怎样说 天使都不能够随意闯入东土 这是在挑衅东土的强者们的尊严 要知道 东土有些存在 即便是天界诸神 都不愿意随意招惹 你们这些天使 嘿嘿 会议天使急忙解释道 这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西方天界有变故发生 魔神们最强大的斗士血天使卡里斯 从魔神祭台复活了 正义与邪恶的实力天平 即将失衡 所以 正义的主神们 迫切需要他们最强大的战士回归 但几位圣战天使 早已陨落数千年 如今只有在东土轮回的圣战天使 即将觉醒 所以我们不得不越界前来寻找 第342章 缥缈弟子 陈南心中一领 西方天界即将发生动荡 而眼前的这个天使 似乎多少有所了解 他现在不光想将龙武立石救下来 还想将灰衣天使捉住 好好地拷问一番 毕竟他心中有许多未解之谜 迫切想找个人破解 然而就在这时 远处巨型孔雀上的杜灵 突然发出一声惊叫 一道轻影挟持着他飞入清明 眨眼间就要消失了 与此同时 被围住的灰衣天使 趁陈南与美艳妇人失神之际 快速冲天而起 不过他刚刚冲上去十几丈 就被快如闪电般的龙宝宝给截住了 陈南与美艳妇人接大怒 快速冲了上去 灰衣天使大叫不好 他感觉到了下方两人的强烈杀意 当下将龙武与李若兰纷纷抛开 想分散两人一龙的注意力逃走 但是 他显然失算了 如今龙武不在他手中 陈南再无顾忌 他那天地出城 方圆足有三百丈 如果开一个缺口 和现实世界相连 毫无疑问 最大可以放大到方圆三百丈 陈南接住龙武之后 那天地之门随即大开 灰衣天使还以为侥幸逃脱掉了呢 谁知一头扎进了陈南的小世界当中 龙宝宝也在第一时间跟了进去 后方的高贵妇人倒吸了一口凉气 叹道 这 可怕的后背啊 空间之门关闭 陈南 龙武 灰衣天使 龙宝宝 接封闭了这片空间当中 李若兰被灰衣天使抛得很远 并未在此缺口的笼罩范围内 恢复自由身的狂女 已经冷静了下来 她扭头深深望了一眼 而后再也不回头 朝着远空飞去 下方观战的众人沸腾了 他们在短短半个时辰之内 竟然连续看到几个会飞的修炼者 这对他们来说 实在冲击不小 最后竟然又看到空间破碎 三人一龙闯了进去 至此 李苑是在何地战死的了 在西方的神界 D阶的天使为主神创造出的战斗工具 群体数量庞大 身体为光质物 为纯粹的能量体 修为并不是多么的惊人 和人类中的五阶爵士高手不相上下 为纯粹的战争工具 如果想进阶 为有血有肉的中阶天使 所要花费的时间难以想象 中阶天使实力较之 D阶天使上了一个大台阶 他们的修为 如果按人间界的修炼等级来划分的话 一般都在六阶以上 不少都已接近六阶大成状态 其中的许多强者 即便没有出零先级高手境界 也相差不远了 最为重要的是中阶天使 已经有血有肉 算得上完整的生命体 从此以后的修炼速度 比之低阶天使 不知要快上多少倍 毫无疑问 陈南不久前灭掉的三个天使 修为仅仅达到六阶初级而已 都属于中阶天使当中的弱者 而今天他所困住的这个灰衣天使 依然在此之列 派遣他们的上位天使 就怕发生这种情况 而白白损失天界的力量 所以才潜下一些 实力稍弱的中阶天使 而他们的实力 也正好能够对付目标人物 在陈南的那天地当中 中阶天使的命运可想而知 陈南很快便用那面残碎的古盾 所化成的神山 将他镇压了 而后开始拷问天界诸士 以及他心中迫切想知道的 种种谜题 不过他失望了 中阶天使所知实在有限 根本不了解 在那遥远的过去 到底发生了什么 最后 定地神术之上 再添一枚天使之星 击杀天使之后 陈南感觉自己有些残忍 不过随即又放开了胸怀 在这弱弱强势的乱世当中 不杀人便被人杀 如果他放走天使 那么等待他的 将可能是一番疯狂的报复 与其如此 还不如先狠心 趁早消这个危险的因素 将天使与他圣将的那具女尸 抛出那天地之后 陈南将龙武就醒了过来 龙武永远是那样的洒脱 晶莹如玉的容颜上 无丝毫慌乱之色 显得非常的从容 他抓住小龙使劲揉了揉 只将小东西弄得哼哼唧唧 才停下来 露出一脸灿烂的笑容 道 看来是 你们救了我 可爱的小龙龙谢谢你了 还有陈南谢谢你 真没想到 在这么狼狈的情况下 和你再次相见 乾隆的师父在百年前 曾经欠下过龙家 很大一份人情 故此 他对龙家很是照顾 听闻乾隆遇难 他很是伤心 最后无意间 在江湖中遇到龙武 惊叹于他的天资 了解他是龙家之人后 不过这样的机会 他早早就已经知道 哥哥乾隆的师父 乃是一位奇人 通过龙武的述说 陈南大吃一惊 他现在的这个师父 竟然飘渺风的人 要知道 飘渺风在万年前 就是一个无比神秘的所在 传说那是仙神界 专门设立在人间界的先帝 是连接仙神界 与人间界的一个特殊秘地 平时跟凡俗界并无任何交集 仅有一些几道强者 偶遇过飘渺风的人 不过陈南却相信 这飘渺风真实存在于世间 因为他的父亲 陈站在横扫世间无敌守候 曾经找到 并闯上了飘渺风 而后从容离开 没想到万年后 他们传承意在 这怎不让他震惊 神采飞扬的龙武 驾驭着将近二十丈长的神灵龙 飞出了陈南的那天地时 飘逸的身影 空灵的气质 真个如同仙子一般 远空中小公主 无比羡慕地嘀咕道 可儿姐姐你说 那头神灵龙 怎么会跟了那个秀败类呢 为什么她不选择我当主人啊 真是气人啊 小公主不满地抱怨着 孟可儿没有言声 她默默地看着远处的陈南 神色有些复杂 不过很快便恢复了平静 如同仙子般的龙武 成龙降服于高空之上 地面上众多年轻女子 皆无比羡慕 许多青年男子眼中 则散发着赤烈的光芒 在这一刻 龙武的身影 深深烙印进所有年轻人的心中 直到几十年以后 这些人在回忆时 还忍不住感慨 如果当年能够和那个仙子说上 一句话也好啊 陈南打开那天地 自定地神术之上 摘下一颗天使之心 送给了龙武 临别一一 龙武终究随着他的师父远去了 不过陈南的耳畔 还在回响着他的话语 飘渺风在东海之上 西方神界到底派遣了几个天使 来到东方寻找圣战天使呢 陈南无从得知 不过看到远空 依然安然无恙的孟可儿 可以肯定来犯天使 人手似乎并不多 而且他有一种感觉 上次干掉的那几个 实力并不算多么强大的天使 和今天出现的两名天使 似乎并不是同路人 陈南抛开这些思绪 欲空飞行 向下方冲去 现在帝王之战的主角 只剩下他和东方长明了 是时候结束了战斗了 因为等待他的 还有更加强大的敌人 杜家玄界重敌 尽管刚才高空之上 有六阶高手在大战 但东方长明的奇异功法 还是吸引了 为数不少的观战者注目 此刻的紫金神龙 显得有些狼狈 他万万没有想到 对手是如此的厉害 即便从高空俯冲下来的陈南 也被东方长明的功法吸引住了 东方长明今日 不仅展现了 绝学猎天时机的无上威力 还施展了 出了一种奇异的功法 在他周身百石杖范围内 雪花纷飞 天地尖白茫茫一片 宛如严冬来临了一般 地上已经积了厚厚一层白雪 敖屋 又是这一招 我紧耗人民币百分耗人民币 紫金神龙的咒骂声嘎然而止 东方长明实重掌力 如海浪一般朝他涌动而去 无尽的冰雪席卷在静气当中 生生将紫金神龙包裹了里面 当石众气浪消失后 现场留下一个巨大的冰块 匹子龙竟然被冰封在了里面 东方长明长发如雪 除却黑色的眉毛之外 浑身上下的其他部位洁白如玉 仿佛冰雕一般 闪烁着阵阵冰冷的光芒 东方长明竟然有这样一门绝学 这令陈南感觉有些惊异 碰 巨大的冰块四分五裂 紫金神龙从中正脱了出来 叫道 冻死你龙大爷了 我仅耗人民币人民币百分号 混账小子 你能不能换种攻击方法 这样又杀不了龙大爷 只是冻得让龙受不了而已 气死龙了 该死的功法 东方长明这套功法 杀伤力之巨大 难以想象 这也就是紫金神龙 具有超凡脱俗的体质 如果换成人类当中的修炼者 早已被冻得四分五裂 方圆百丈范围内 早已是一地的碎兵 可以想象 紫金神龙已经被冰封多次 不然老痞子也不会不顾颜面地破口大骂 陈南自高空降临到地面 对东方长明道 万年前延续到现在的战斗 是结束的时候了 第343章 孵蛋还债 东方长明未然不动 附近空中雪花飞舞 他平静地道 没想到 你先我一步 迈入六阶领域 我知道 今天难逃一死 但你不该让那头无聊的痞子龙来缠我 因为我 根本不会逃走 说到这里 他显得有些悲怆 长叹道 生无可欢 这个世界没什么值得我留恋的 还不如死在同时代的人手中 陈南一阵沉默 他想到了上次大战之际的事情 东方长明为他抵住渡号 为他分担了一部分压力 只是为了能够与他公平一战 虽然这个人是他过去的生死大敌 但是陈南在东方长明身上 发现了某些和他相似的特质 而且这个人同他一样 是万年前的人 因为某种特殊的原因 而复活了过来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他们是同一类人 不过现在看起来 他似乎很消沉 也许只有战斗 才能够让东方长明 忘怀过去的一切 这是他活着的唯一动力 但看到远远被陈南甩在后面 他已经知道 恐怕无望赶超敌手了 东方长明我给你一个机会 如果你能够接下我一掌而不死 我在六阶 七阶领域等你 陈南飞灵到了高空 右掌慢慢向下压去 道 如果你不死的话 希望你能够查出万年前 所谓的天变真相 轰 陈南一掌向下硬去 而后头也不回冲天而起 紫禁神龙与龙宝宝 紧紧相随在他的左右 快速向远空冲去 现场十数万观战者无比震惊 一个方圆三十丈的 有黑地窟出现的地面 仔细观看可以发现 其形状竟然是一个大手印 东方长明不知道是被击成了陈辉 还是被印象了地窟中 已经自所有观战者眼前消失了 十数万人鸦雀无声 这就是六阶无敌的力量啊 孟可尔看到陈南 从他上方横空而过 他脸上的神色复杂无比 是忍不住出手了 他站在一把飞剑之上 脚下的连台和九片玉莲瓣 逆空而上 向着陈南遮拢而去 放大千百倍的连台与连半 将一人两龙遮拢在了里面 而后慢慢收缩 快速变小 化成拳头大小的花蕾 将陈南彻底封在了里面 孟可尔之所以敢冒险出手 是因为在来参加帝王战之前 但台圣地当中 几位修为高深莫测的长老 联手施法 在道家至宝玉莲台上 留下了他们强决的力量 现在 剑联台果真将疏忽大意的 陈南成功封印 孟可尔脸上 样出一抹久违的笑意 旁边的小公主 更是吃惊地叫了起来 啊 可尔姐姐 你真是太厉害了 竟然 将陈南活情了 太好了 我们要用神铁锁链 将他捆绑起来 用皮鞭狠狠地 抽上他上百下 管他辣椒水 在他身上滴辣油 还要在他身上滴蜂蜜 放小兔去添他 要好好地折磨他 邪恶的小公主 欢快地叫着 真像在头上双脚 背声浮衣的小恶魔一般 碰 一声哄响 拳头大小的花蕾 快速放大 最后竟然绽放了开来 连半朝着四面八方 飞射出去 陈南竟然生生 哄开了道家至宝的禁止 冲了出来 啊 小公主一声惊叫 然后快速闭住了嘴巴 孟可尔则无比震惊 没想到 陈南竟然突破了 几位长老联手不下的 强绝境法 呼的一声将两女擒了进去 当然连同虎王小玉 也未能够幸免 哇咔咔 紫金神龙如同一个 老妖怪一般大笑着 冲着那天地当中的 两女嚎叫道 刚才你们说的话 我们都听到了 我邪恶地联想到 嗷乌 妙不可言啊 陈南快速封闭了那天地 跳上紫金神龙的脊背道 我们去昆仑山妖族圣地 旁边的龙宝宝一听 偷偷咽了一口口水 嘟囔道 虽然刚刚离开那里几天 不过真的好怀念哦 远处观战众人当中 只有极少数修为高深的修炼者 看到了这里的情况 绝大多数人 还在对着地面 那个巨大的手印发呆 过了好久 那里才爆发出震天般的喊声 帝王之战落下帷幕 毫无疑问 陈南成为东土年轻一代 第一高手 成功摘去帝王之冠 一人两龙 快速向着昆仑山飞去 茫茫昆仑 气势磅 银装与清脆共体 远远望去昆仑山脉 山腰以下青葱翠绿 春意盎然 而山腰以上则积雪漫山 白茫茫一片 山中奇花异草 青香扑鼻 各种真情异兽 在山间跳跃藤螺 随处可见 不愧为洞天伏地 一人两龙 已经不是第一次来这里 很快便找到了妖族圣德 在这个世界的坐标 冲上那座大雪峰 在寒风呼啸声中 紫荆神龙载着陈南 冲向了悬崖下 呼的一声 天地变幻 完全不同于外面的冰雪世界 眼前山青水秀 花香鸟语 如同世外桃源般遗人 似仙境般美丽 小龙显得有些不自在 老老实实地攀在陈南的肩头 陈南知道这个小东西 上次因为惹祸 才逃离了这里 所以现在表现出这副样子 紫荆神龙一声长嚎 龙大爷又回来了 不过回应他的 却是一片谩骂 混蛋龙又回来了 快把好酒藏起来 该死的无赖龙 怎么又来了 晦气啊 可恶的坏龙 又来祸害我们来了 紫荆神龙既尴尬又郁闷 没想到自己成了 这么不受欢迎的人 不过这只能怪他 太没有觉悟了 早应该料想到才对 看到痞子龙 如过街老鼠般人人喊打 龙宝宝眨动着大眼笑了起来 感觉自己的处境 应该不太尴尬 他也乃声乃气地喊了一句 我大得大威宝宝天龙又回来了 什么 在哪里 一定要捉住 那个混账无比的小家伙 快来人啊 快来抓偷到圣物的坏龙啊 小龙吓得缩了缩脖子 一人两龙慢慢向昆仑玄界深处行去 这片茫茫天地 不管何种地形 到处都是奇花摇草 美丽的景色如梦似幻 是名副其实的世外净土 前进了大约二十几里 一片亭台楼阁 出现在前方的山山水水间 当真如同仙乡一般 他们已经进入妖族的聚居地 呼啦 一大群妖怪围了上来 共同生讨两头龙 唾沫星子乱剑 就差扑上去拼命了 好在这些妖怪对神龙 天生有着一股敬畏之情 没有造成流泻场面 当然最重要的是 端木派人来传话 要见陈南 才解救了两头龙的尴尬处境 山清古萃 电雨楼台 小桥流水 在那山水间一座亭台之上 站立着一个轻蒙蒙的身影 正是多日不见的大妖魔端木 青色身影缓缓飘浮而起 自爱山上向下飞落而来 年轻人 你真是让人吃惊啊 才短短几个月未见 你竟然已经突破到六阶境界 实在让人不敢相信 陈南连称侥幸 谦虚地客气了一番 接着他开始向端木道歉 称由于管教不严 差点让小龙毁掉 昆仑未来的妖主 请他原谅 端木笑道 哼 你的来意我早已猜测出来了 既然神鸟凤凰蛋安然无恙 我也就不追究什么了 不过这一次你们不来的话 我还真要派人到外界去找你们 因为有件事情 需要你们帮忙 龙宝宝险些犯下大错 多少有些内疚 文言问道 有什么事情 需要我们帮忙呢 端木哈哈大笑道 确切地说 是需要你这个小神龙帮忙 龙宝宝人小鬼大 感觉有些不妙 警惕地望着端木 一双大眼眨了又眨 多囊道 我有没什么本事 还是找泥丘帮忙吧 他常说他无所不能 端木道 事情这样子的 呃 需要神龙将神鸟凤凰蛋孵化出来 嗖 嗖 两头神龙眨眼没了踪影 两个家伙逃之夭夭 可恶的老头 这是龙宝宝的稚嫩声音 该死的老妖魔 这是痞子龙的声音 两个家伙虽然是在远空抱怨 不过他们的声音 却被端木和陈南 若隐若无地捕捉到了 陈南感觉老妖魔实在让人无语 竟然要让神龙孵化凤凰蛋 不是开玩笑吗 凤凰是神鸟 龙是神兽 两者风马牛不相及啊 再者说 想让龙宝宝 或者痞子龙 安心孵蛋 那简直是在开天大的玩笑 不过 他知道这个老妖怪向来稳重 也许老妖魔有什么深意 第344章 风魔传说 嗨嗨 陈南只能借助咳嗽 来掩饰自己的尴尬 好半天才把那股笑意憋了回去 道 前辈你没搞错吧 那两个家伙虽然说是神兽 但和神鸟凤凰连远亲都算不上 你即便是期盼小凤凰早日出世 也该找头孔雀 或者天鹅之类的妖兽啊 怎么找到那两个家伙身上了 老妖魔端木也不自禁笑了起来 道 都怪我没有说清楚 一下子把他们两个吓跑了 是这样子的 在远古时期 神鸟凤凰乃是昆仑圣帝的妖主 后来产下一枚神鸟蛋便消失了 致使这枚鸟蛋 没有孵化出来小凤凰 历代大妖 想尽无数办法 都无法使小凤凰出世 但前不久 那个顽皮的小神龙 用他的黄金真火红烤神鸟蛋 虽然让整个妖族圣帝 陷入惶恐之境 不过事后 我们挤得老妖意外发觉 神鸟蛋竟然传出了 丝丝生命波动 这明显是小凤凰要出世的征兆 陈南廷的目瞪口呆 馋嘴小龙 竟然让神鸟蛋有了生命波动 这实在让人无语 他已经隐隐猜到怎么回事了 接口道 这是好事啊 对 这确实是好事 我们终于明白 要怎样才能令小凤凰出世了 凤凰乃是火神 能够预火重生 他的后代需要神火 才能够孵化而出 而天地间 唯有龙族中的皇者 以及麒麟中的王者 才天生具有神火 在神鸟凤凰消失后 只有他们才能够令小凤凰出世 哈哈 陈南一想到龙宝宝和紫金神龙 要当奶妈了 他就忍不住想狂笑 端木接着道 你那两头龙 一个是五爪黄金神龙 一个是五爪紫金神龙 他们都是龙族中的皇者 用他们的神火 来孵化神鸟蛋 最合适不过 没问题 一会儿我就去把那两个家伙找回来 陈南忍着笑意 替两个家伙答应了下来 偷偷前进仙果园的两头神龙 还在美滋滋地享受着 却不知道 他们已经被陈南卖给了老妖魔 老妖魔端木 很关心陈南的修为静静 以及他最近在外界的遭遇 而陈南也很想向他请教 两人谈了很长时间 在提到天使来到了东土之时 端木皱了皱眉头 道 西方天界将有动乱发生 肯定会祸及到人间界 所谓的圣战天使 真的很强啊 千年前我曾经亲眼监视过 老妖魔没有细说 陈南也不好意思深问 当听到陈南斩杀了乱战门的李渊时 端木皱容 有些担忧地道 记住 无论你的修为强到了何种境界 千万不要闯入乱战门 如今 你已经和他们结了血仇 我担心 将来有不好的事情 发生在你身上 陈南有些不解道 乱战门有什么可怕的 我现在 已经达到六阶境界 再也不拒他们了 老妖魔严肃地摇了摇头 道 现在你已经迈入六阶领域 知道了这世间 有玄界这样特殊的空间所在 回想过去 俗世的高手恐怕已经难入你眼 因为此后你接触到的 都将是玄界中人 他们的修为可想而知 然而 在浩瀚东土 真正无敌于世 真正无敌于各个玄界 甚至让天界仙神 都有些忌讳的修炼者 能有几人呢 让我来告诉你其中的一人吧 那便是李家的风魔 什么 陈南无比惊讶 李家竟然有一个无敌风魔 这实在大大出乎了他的意料 端木道 乱战门的功法很特别 这一派的人几乎都是疯子 总是到处不断找人挑战 这样的一个门派 很容易得罪修炼界种人 很容易引起功愤 招来灭派之灾 然而 他们却是修炼界最为古老的门派 从远古流传至今 从未让人真正灭掉过 你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 陈南摇了摇头 老妖魔道 只因为风魔沉睡在李家玄界之内 据说这是一个法力通天的无上存在 早已应该破碎虚空 进入仙神界了 但却一直沉睡在人间界 传说这是一个远古籍的人物 陈南心中一动 因为他想到了一个传说中的人物 在万年前那个时代 曾经有一个疯子横扫修炼界 南风一抗手 可谓无敌于世 在那个疯子归隐三百年后 一代天骄臣战才出世 因此陈南的父亲 无缘和那个疯子一战 不过这个疯子的后人 也都是了不得的人物 在陈战的那个时代 疯子的后背传人 乃是一个即将破空飞仙的人物 而弹台古圣帝的开派祖师弹台玄 据说器武修道时便是败在了那人的门下 想一想东方长明曾经说过 李若兰的功法 很像万年前那个疯子的一脉 再想一想 孟可尔与李若兰的奇怪对话 以及他们功法当中的某些相似之处 陈南终于明白了 乱战门真的是万年前那个疯子的一脉 只是 他没有想到 这个疯子居然还活着 一直在李家玄界沉睡 这 一个远古时期的无敌强者 竟然活到了现在 难怪端木说 那个疯魔是天下间真正的无敌者 这样的人物 即便打上天剑 恐怕也没有几个人惹得起 端木道 想一想狂妄的东土皇族 为何会和乱战门结盟 他们真正看中的是 李家沉睡的远古风魔 风魔这个名字 深深烙印进了陈南的脑海 因为这是一个真正 可以称之为无敌的人物 他问道 风魔有多久没出世了 我真的想请教他万年前的事情啊 没用的 端木道 李家众人都不知道 风魔沉睡在他们的玄界中那块地方 八千年前 众多修炼者杀进李家玄界 李家面临灭派之威时 风魔出世 惊天一击 溃败众多入侵者 经此一亿 所有人才第一次知道 这位传说中的人物 一直驻留在人间界 五千年前 大批修炼者 再次杀进了李家玄界 在李家生死存亡之际 风魔再次出世 挥手间灭掉了所有玄界强者 这一次 人们终于知道 风魔始终沉睡在杜家玄界 从此以后 人们如果和李家发生战斗 只敢在玄界外征杀 再也不敢闯进他们的玄界一步了 所以 即便李家 在外面的所有高手 都死亡殆尽 但他们的玄界传承 也不会断绝 经过上百年 上千年的修养 还会陷于世人眼前 陈南听得暗暗扎舌 至此 陈南打算继续在昆仑玄界修炼 因为端木告诉他 现在他的修为 配合他的那天地 在高手面前 自保已经没有问题 但如果想真正纵横于天下 那么最好达到六阶终极 或者说达到六阶大乘境界 人间界允许动用的巅峰力量 为六阶巅峰 所以 如果陈南能够达到六阶大乘境界 有神异的那天地相符 再不碰到 可以随意自我封印 解封的仙神人物的情况下 便可真的 在人间界无敌了 被一道妖族圣地的百花谷 被谷阵紧锁 不过却掀气阴晕 然而 却仍然没有雨昕和晨曦半点消息 陈南在那里徘徊两久 但不得不沉默退走 当陈南找到两条龙 告诉他们 需要去复蛋时 痞子隆隆差点造反 龙宝宝则选择了再次远顿 好在陈南急忙将真实情况说了出来 紫禁神龙才停止张牙舞爪 龙宝宝也悄悄飞了回来 我XXXX 说话大喘气 龙大爷还真以为要我去复凤凰蛋呢 如果真是那样 我宁可一头撞死 龙宝宝铺闪一对金色的龙翼 道 神说 要博爱 我们一定会好好烧烤凤凰神蛋的 哦不 是帮助小凤凰早早出事 小东西暗暗吞了一口口水 显然馋嘴的毛病又犯了 陈南对这两头龙还真是不放心 天知道这两个家伙 会不会一不小心偷吃 凤凰神蛋不过人头大小 五颜六色的花纹布满了蛋壳 整体散发着七彩的光芒 透发出一股神圣的气息 因为怕两头龙吃掉 昆仑妖族的未来之主 陈南将神鸟蛋带到了他的修炼之所 他要一边修炼一边监视两头龙吐神龙真火孵化神蛋 原来凤凰神蛋就是这个样子 紫金神龙两眼放光 扑的一声喷出一道紫金火焰 我很怀疑最后会不会真的把它烤熟了 龙宝宝吐出一道黄金神火 至此 一人两龙在妖族圣的安顿了下来 陈南每天都在悟悟 而两头龙除了催生小凤凰出世外 又开始在这里祸害了 直到第十天陈南才想起一件事情 他急急忙忙打开了那天地 因为那里还关押着两个重要俘虏呢 第345章 凤凰出世 还好 两女皆不是寻常人 陈南进来之时 孟可尔和小公主正在打坐调息 并没有发生什么厄晕事件 虎王小玉这个大卫王一见陈南进来 熬的一声就扑了上去 十天未吃未喝 将他饿得并粘粘 早已没有了精神 看到罪魁祸首进来 怎么会不急眼呢 陈南擒龙手一挥 直接将变大的虎王压制成了小猫般大小 而后将他揪了起来 道 色虎好久不见 就这样和我打招呼吗 我知道你这个家伙身上 隐藏着许多的秘密 这次一定要好好地 把你那些秘密给压榨出来 正在这时 小公主和孟可尔都被惊醒了过来 啊 秀败类 我恨死你了 快我们出去 我快饿死了 美若天仙的小公主 张牙舞爪地冲了过来 白衣圣雪的孟可尔更是直接 酒片连伴飞舞而出 向陈南旋转而去 不过 以陈南此时的修为 他们根本难以奈何 小公主被禁锢在陈南身前三丈处 她像是陷入了泥潭一般 艰难地挣扎着 而孟可尔的连伴 更是被陈南直接钉在了空中 嗯 看来你们的精力还非常充沛啊 那我就不打扰了 你们继续修炼吧 说吧 陈南揪着虎王小玉 向后退去 不行 白脸给我回来 快饿死了 快放我出去吧 我认输 我求饶 真的 以后再也不敢找你麻烦了 小公主真被饿怕了 见陈南要走 小恶魔不得不软了下来 陈南本想帮小公主 树立正确的人生观的 不过一触即到旁边孟可尔的目光 她立刻打了退堂鼓 把两女抓来 完全是因为当时受攻击后 一时气愤 现在感觉还真不好处理这件事 她离开了自己的内天地 再次进来时 带进许多吃食 最后揪着虎王小玉 离开了这里 色虎现在暂时恢复你的自由身 自己填肚子去 有时间再好好地审问你 陈南直接将虎王放了 料想她无法逃离昆仑玄见 如小慈猫般的虎王 对着陈南张牙舞爪了一番 而后嗖的一声飞走了 修炼的日子很平淡 甚至有些辛苦 陈南有时候一坐 就是十天半月 每次行转时 都带着大量的食物 送进那天地当中 被关闭了一个月 小公主真的有些害怕了 生怕陈南真的就此 囚禁她一辈子 小恶魔彻底服软 而孟可尔还是老样子 对陈南不理不睬 将这次囚禁生涯 当做了试炼 在陈南的那天地中修炼不错 三个月的时间 说长不长 说短不短 不过这段时间 对于昆仑妖族来说 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日子 凤凰神诞内传出的生命波动 越来越强烈 所有妖族都知道 小凤凰要出世了 匹子龙和龙宝宝 因此成了昆仑的大恩人 现在两个家伙 经常明目张胆地 进入仙果园享受 众妖虽然暗暗咬牙 但所有人皆只能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当做没看见 当黄金神火与紫金神火 烘烤神鸟蛋将近一百天时 散发着七彩光芒的鸟蛋内 传出了咚咚的声响 仿佛有一个小生命 在用力撞击着弹壳 至此 昆仑山四大妖魔端木 倪仁 罗森 摩蛙 都出现在陈南的修炼之所 亲自看守神鸟蛋 生怕即将出世的小凤凰出现意外 陈南还是第一次见到 昆仑山的另外三个大妖魔 倪仁虽然明镇修炼界千年之久 但却如一个纯真的少年一般清秀 很难让人联想到 眼前这个身体有些单薄的年轻男子 乃是这天下间最厉害的大妖魔之一 陈南可不敢以貌取人 要知道 正是眼前这个清秀的少年 曾经在修炼界血沙八百里 一举灭掉五个玄界 在玄界人士眼中乃是一等一的杀戮狂人 大妖魔罗森化身万千 当然这是一种夸张的传说 这个大妖魔的本体 很少离开昆仑玄界 但其有多个化身 数个时代的顶峰人物都是他所化 每一个化身 都是震惊修炼界的超级存在 魔挖这个牢骨董级的妖魔 实力可用深不可测来形容 据说千年前闯入西方霍乱时 差点被封印在光明教会的十八层地狱中 但硬是被他生生闯了出来 杀戮无数高手 手段异常残忍 是公认的邪恶大魔王 面对这天下间最强大的四个老妖魔 痞子龙无所畏惧 依然风言风语 当然 他也有这样的资历 要知道 老痞子如果不是意外失去龙元 实力绝不下于眼前几人 不然也不可能和尼人是老友的关系 龙宝宝则对四个老妖魔充满了好奇 一双大眼在四人身上扫来扫去 让老妖魔罗森受不了的是 龙宝宝居然毫无顾忌地道 魔挖肯定是蛤蟆精 尼人不用想 也知道人如其名 端木是老树精 罗森是什么精怪呢 敢于这样在四个老妖怪面前如此无礼 恐怕也只有龙宝宝 不过小龙的声音如此稚嫩 分明还是一个孩童 四大妖魔也不好发作 神火烘烤神鸟蛋一百天 彩光闪烁的鸟蛋终于发出了 咔嚓咔嚓的声响 随着弹壳裂开一道缝隙 一道七彩光芒直冲消汗 阴晕彩雾弥漫在整片空间 四大妖魔身形同时一阵 而整片昆仑玄界 则发出一片震天的欢呼声 咔嚓咔嚓 弹壳继续破裂 七彩神光更加强盛 神圣的气息 浩荡在整片昆仑玄界 痞子龙撇了撇嘴道 声势还挺惊人的嘛 不过比起当年的我还是差了点 龙宝宝神情有些恍惚 小声嘟囔道 我怎么没印象 我是怎么出声的 印象怎么这么模糊 奇怪啊 咔嚓咔嚓 七彩神鸟蛋彻底军裂 就在这时 突然爆发出一个无比强猛的气息 一道巨大的七彩光柱 贯通了天地 昆仑玄界内 仿佛矗立着一个晴天柱一般 一个磅礴的力量 汹涌澎湃而出 将四大妖魔 两头龙 还有陈南 皆轰飞了出去 璀璨的光芒渐渐收敛 一地的破碎蛋壳 闪烁着灿灿光芒 一个巴掌大小 全身上下布满金黄色绒毛的小东西 正在探头探脑的四处打量 这就是神鸟凤凰 笑死龙了 怎么和只小鸡差不多啊 痞子龙黑黑地笑着 刚刚出生的小家伙 迷糊地看着眼前这些奇怪的人 最后一双美丽的凤眼 盯住了浑身上下金光闪闪的龙宝宝 他的眼中闪现出一道彩光 口齿不清地叫道 妈妈 妈妈 而后摇摇摆摆 抖动着金色的绒毛 向小龙蹒跚而去 所有人都傻眼 没想到这个小家伙刚出生 就能够口吐人言 但更为让人感觉奇异的是 他居然叫龙宝宝为妈妈 痞子龙狂笑 龙宝宝难得露出不好意思的样子 一双大眼屎静眨了又眨 不满地嘀咕道 我长得很像一只鸟吗 小凤凰盘山倒龙宝宝进前 用两只毛茸茸的小翅膀 轻易地尝试去抱小龙 同时不断地轻轻啄他 妈妈 妈妈 天啊 光明大神棍在上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小龙乃声乃气地叫道 他自己本就是一个小家伙 现在一个更小的小东西 居然赖上了他 还管他叫妈妈 四大妖魔也是相顾无语 陈男想笑又笑不出来 使劲地憋着 只有痞子龙肆无忌惮地狂笑不已 神说 我真的不是你妈妈 是妈妈 金色的 我也是 是吧 我也有 鬼精灵师的小龙 现在还真是被难住了 越是解释小凤凰 越是跟他纠缠 端木走了过来 对小龙道 不要担心 不久之后 小凤凰会蜕变成七彩凤凰的 到那时 他会渐渐搞清情况的 哦 那真是太好了 小龙高兴地叫了起来 他急忙运用龙力 将小凤凰包裹着 送到了端木那里 端木刚要接手 小凤凰突然大哭了起来 口中不断大叫着 妈妈 倪人叹道 这真是一个 让人头疼的小家伙 四个老妖魔相互看了看 最后做出了一致决定 小凤凰暂时由龙宝宝照顾 等他稍稍长大时 再另行安排 陈南顿时傻眼 龙宝宝这个小东西 被别人照料还差不多 虽然很机灵 但更加顽劣 哪能照顾好小凤凰啊 前辈 你们是不是有些欠考虑啊 陈南不得不出面 免得小龙一不小心 做出某些意外举动 而不小心伤害到小凤凰 端木像是 看出了他的顾虑 道 没关系 神鸟凤凰具有不死之身 不会发生什么意外的 第346章 神脉觉醒 就这样 小凤凰像的小尾巴一样 坠在了小龙的身后 害得龙宝宝一天当中 有大半时间在外面游荡 小龙不愿回到陈南的修炼之所 这就令陈南异常辛苦了 小凤凰的经历 简直可以用精力过盛来形容 经常在陈南的修炼之地上飞吓跳 搅闹的这里 片刻不得安宁 逼得陈南最后 险些将他关进那天地 四大妖魔对小凤凰格外上心 每天派人送来一滴的乳 未付给小凤凰 要知道 所谓的地乳 可是万万斤也难求一滴啊 这是大地灵根所产生的鲜叶 有生死人肉白骨之功效 即便是法力通天的大妖魔 也很难发现 一处大地灵根 即便发现 一处灵根 也不过只能收集到十几滴而已 为了能够让龙宝宝尽心尽力带小凤凰 四大妖魔忍痛做出决定 每半个月送小龙一滴地乳 这令紫荆神龙羡慕的直欲抓狂 常豪道 我也想做奶妈啊 地乳的诱惑果然巨大 馋嘴龙宝宝终于不再逃避 每天即使出去祸害 也要在这巴掌大小的小凤凰 肥嘟嘟的龙宝宝 只有一尺长 而在他的背上 还有一个巴掌大小的凤凰 这样的组合到处祸害 格外引人注目 妖族子民纷纷哀叹 这样下去 小凤凰非被小龙带坏不可 到时候 未来的妖主 极有可能是昆仑第三害 陈南终于不被打扰了 可以安安静静地修炼了 在昆仑玄界内 小凤凰出世时 要出贯通天地的七彩光柱之际 罪恶之城神风学院 发生了一件异事 一道七彩光柱 同样冲上了肖汉 尹德隐居在罪恶之城的众多强者 冲进神风学院 但七彩光芒很快就消失了 最后所有人无功而返 这件事的主角人物 乃是东方凤凰 他的身体在那一瞬间 莫名其妙燥热了起来 而后爆发出一片神火 烧毁了整座房舍 紧接着 他的头顶冲腾起一股七彩光滑 将整片天际映射得无比归例 东方凤凰的爷爷 在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 等待他身上的彩光消失后 立刻将昏迷的东方凤凰爆起 冲进了神风学院的密地 将他藏了起来 随后副院长等几位高层人物 赶到了学院密地 想不到神鸟凤凰来到了这个世上 是啊 我也感觉很吃惊 凤凰这个孩子身上的凤凰血脉 被激活了 东方家族具有凤凰血脉 能够代代唯一性相传 仅仅有少数人知晓 这算得上一个秘密 不过 除非神鸟凤凰临世 具有唯一性的凤凰血脉 才可能觉醒 东方凤凰正是这一代的凤凰血脉传人 随着昆仑玄界内小凤凰的出世 他的神脉觉醒了 这对神风学员来说 毫无疑问是一件大好消息 这意味着 即将有一个实力难以想象的超级高手出世了 具有不死神鸟血脉的人 潜力是难以想象的 陈南进入昆仑玄界已经四个月了 修为有了长足的进步 虽然还未能够迈入六阶终极领域 但他相信这一境界指日可待 他将紫金神龙和龙宝宝 召唤到了修炼场所 他觉得该为两条龙提升一下实力了 小凤凰摇摇摆摆 也晃晃悠悠地跟了过来 现在小家伙金色龙毛进退 已经长出了漂亮的七彩羽毛 虽然还是八掌大小 不过如果加上那长长的陵羽 已经有一尺多长了 随着灵智渐掌 小凤凰已经渐渐知道 小龙和他并没有血缘传承的关系 只是小凤凰还是特别的黏人 依然喜欢坠在龙宝宝的身后 那天地大开 陈南与两头龙飞了进去 小凤凰也跟了进去 孟克尔正在定地神术之下打坐 他真的将这里当成了修炼圣地 已经渐渐忘却自己是一个俘虏了 小公主虽然不情愿 每天也只能以修炼来打法时间 现在见到陈南进来 孟克尔毫无反应 依然闭目调息 小公主的反应则比较激烈 可用咬牙切齿 张牙舞爪来形容 陈南快把放出去 不然我跟你拼了 我实在待不下去了 我快疯了 显然小公主这些举动是徒劳的 现在在昆仑玄界中 陈南不可能将她放出去 咦 这是凤凰 天啊 臭白了你是怎么做到的 不仅找到两条龙 现在居然找到了一只小凤凰 我嫉妒你 小公主发现小凤凰后 吃惊地长大了嘴巴 快速跑了过去 一把将迷迷糊糊的小凤凰抱在了怀中 陈南静止走到定地神术之下 而后腾空而起 来到十几米高空 向着挂在树梢上的天使之星摘去 真是让龙激动啊 此经神龙兴奋地嗷嗷乱叫道 终于可以吃到完成的天使之星了 不过小子 你真是可恶 直到现在才想到本龙 但是龙大爷还是很高兴 哇哈哈 恢复到六阶状态 正在倒计时中 嗷嗷 此经神龙当然激动了 没有人比他更清楚 天使之星的价值 上一次楚国皇宫大战时 被大魔杀死的天使 爆出的天使之星 不过承载了那个天使力量的十之二三 但即便那样 被他合龙五平分之后 依然一下子提升了他一大劫实力 定地神术具有莫大的神能 所吸纳而来的天使之星 集聚了天使全部的力量 如何不会让老痞子 兴奋地想大叫呢 一定很好吃 龙宝宝也扑愣一对金色的小翅膀 紧紧地攥着小拳头 眼中满是小星星 小凤凰迷糊地眨动着丹凤眼 待在小公主柔软的怀中 看着在高空中 采摘天使之星的陈南 小公主则很气愤 她在这片小世界 已经待了几个月了 想尽一切办法 都无法靠近那诛神树 眼看着树上的鲜果 却没有丝毫办法 后来从梦壳那里才知道 这片天地可能是陈南创造出来的 她吃惊地瞪大了眼睛 简直有些不敢相信 看到陈南摘下两枚天使之星 和一枚原因果 小公主皱着绣眉嘀咕道 可恶 嗖嗖 紫金神龙和龙宝宝 如电光一般冲了过去 就连小凤凰也挣脱了小公主 晃晃悠悠飞到了陈南的镜前 陈南将手摆了摆 道 尼秋 宝宝你们两个听好 吃下天使之星后 我会给你们一个任务 陈南给两条龙的任务很简单 要他们将原因果 送到纳兰若水那里 随着他离仙武之境越来越近 他不得不开始考虑一些问题 岁月无情 当他迈入永生之列时 说不定 纳兰已经抵挡不住岁月的侵蚀 或许已经 原因果凝聚了一个六阶高手 毕生的力量与生命之能 纳兰若水是乃是医术圣手 肯定知道怎样汲取其精华 如果能够完全将之吸收 他即便迈入不了六阶境界 延长几十年生命也是可以的 陈南现在 不能够给纳兰若水任何承诺 不好出面 故此将此任务委托给两头龙 听完陈南的话后 两头龙眼巴巴地望着天使之心 连称没问题 小公主恨恨地跺了跺脚 不满地嘀咕道 秀败类竟然真的拐走了若水姐姐 孟可儿原本平静的脸上 闪现出一丝情绪波动 不过很快又消失了 又变成了那个 如同不识人尖烟伙般的仙子 紫荆神龙一口就吞掉了天使之心 而后一声长啸 朕的整片天地剧烈颤动不已 紧接着他 快速冲进了混沌地带 他原本的修为 早已超越了六阶 因意外失去龙元 才变得相对弱小了 但其境界始终未变 他所欠缺的便是元气 现在吸收掉一个天使的 全部生命智能与力量 他很快就会重返六阶领域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 他少不得要折腾一番 所以冲进了混沌地带 龙宝宝并没有一口吞下 小东西慢慢地品尝着 一双大眼半眯缝着 充满了陶醉之态 就在这时 旁边的小凤凰不满了 委委屈屈地叫道 我也要 龙宝宝略微犹豫了一下 最终伸出金黄色的小爪子 将沼中剩下的少半颗天使之心 向他递去 不 谁知小凤凰摇了摇头 拒绝了小龙的好意 眼巴巴地望着陈南 对于这个小不点 陈南还算喜欢 不过有一帮老妖魔 经常给小凤凰提供地辱 陈南觉得 他已经进步得够多了 不打算分给他灵果了 小不点乖 下次给你一颗大大的天使之心 我也要 小凤凰重复着那句户 摇摇晃晃飞到陈南眼前 可怜兮兮地望着他 一双凤眼中竟然沉满了泪水 真跟个小可怜一般 这 当陈南还在思考 如何劝说这个小不点时 原本慢吞吞的小凤凰 突然快如闪电一般 嗖的一声 在他身边荡起一股清风 而后冲天而起 啊 你这个小坏蛋 给我回来 陈南急忙腾空而起 追了上去 因为 可怜兮兮的小不点 竟然趁他不注意 叼走了原因果 原本摇摇晃晃的他 现在居然快如闪电一般 冲上了高空 天哪 陈南真是无语问苍天 这个小骗子 第347章 虎王小玉之谜 快停下来 不然我不客气了 但 任陈南怎样威胁 小凤凰丝毫没有减速的意思 在高空之上 如一道闪电一般 冲到东飞到西 而且竟然快速将原因果给吸收了 天哪 陈南真是无语问苍天 万万没有想到 被这个小不点给骗了 居然还以为他可怜兮兮呢 其实却是如此的狡猾 小凤凰吸收掉原因果后 终于晃晃悠悠飞了下来 不过他似乎知道犯了错 直接躲在了龙宝宝的背后 陈南真是气啊 居然被这个小不点给蒙混了过去 随即他将目光注视到小龙身上 道 是不是你这个小东西教他的 怎么看都像你的手法 扮猪吃老虎 这的确像小龙的手法 这个小家伙 平时经常施展这种手段 不过龙宝宝感觉 受到了莫大的委屈 使劲地摇头 道 神说 谎言容易让人迷失自我 我根本没有教过他这些 看清醒 真的不像这个小神棍教的 不过龙宝宝接下来的话 让陈南明白怎么回事了 可能是 受了我的一些影响吧 说到这里 龙宝宝难得露出不好意思的神态 因为小凤凰的作为 完全是有样学样 平时小龙到处祸害昆仑妖族 小凤凰跟在他的身边 当然 学得十足像 陈南这个气啊 潜移默化的力量 还真是强大 才出生不久的小凤凰 竟然被小龙带成了这副样子 以后肯定会是另一个问题宝宝 他怎么突然快如闪电一般 这个小东西 不是刚刚学会飞行吗 陈南有些不解 他 早就会飞了 加上天天喝地乳 想不强健都不行 小龙多少有些羡慕地嘀咕道 小凤凰探头探脑地 在小龙背后望着陈南 有些胆怯的小声嘟囔道 对不起 我平时看到妈妈就是那样做的 刚才完全是条件反射 一时没有忍住 陈南彻底无语 真不知道这个小不点是真迷糊 还是狡猾地过了头 这才是一个刚刚出生不久的小凤凰啊 轰隆隆 混沌队带传出阵阵阵天大响 紫荆神龙即将破阶 开始折腾了起来 龙宝宝也大叫了一声 突然晃化出近二十丈长的神龙声 快速冲向了另一个方向的混沌地带 天使之星在他体内也开始起作用了 还没等陈南一开目光 小凤凰周身上下 突然涌动出一片滔天大火 他发出一声清脆的凤鸣 也快速冲向了另一片混沌地带 陈南摇头苦笑 没想到到头来 原因果竟然便宜了小不点 这个小家伙一出生开始 就天天引地入 石灵果 现在更是吞服下六阶修炼者的原因 天知道他以后会取得怎样的成就 弱水的那份以后再说吧 反正还有许多机会 现在那天地清静了 三个家伙都有收获 忙着去练化灵力去了 陈南在小公主向他追来之前 先一步离开了那天地 而后快速将之关闭 接下来几天 陈南依然参悟玄学 尝试妄法 悟法 创法 直到老妖魔端木带着虎王小玉找上门来 他才悠悠行转过来 色狐你终于送上门来了 来到昆仑玄界不久 陈南就将虎王小玉放出那天地 然而此后再想找他 却如同大海捞针一般 怎么也无法寻到 小玉仿佛凭空消失了 害得他还以为 虎王被某些妖怪捉住吃掉了呢 现在居然见到小玉 大摇大摆地跟在端木的身后 来到了他这里 他真是感觉有些吃惊 不过 让他更惊讶地还在后面 小慈猫般大小的虎王 居然冲着他翻白眼 口吐人言 发出同音 道 可恶的坏蛋 现在还想欺负我 没门 端木爷爷 快帮我教训他 陈南吃惊的下巴差点掉下来 这个色虎 居然能够口吐人言了 这太不可思议了 即便这片玄界是妖族圣地 但虎王才来到这里几天啊 怎么可能这么快 就修炼成妖怪了呢 似乎你 陈南真是有去说不出话来了 端木笑了起来 道 我想你们之间可能有些误会 现在看在我的面子上 一笔结果吧 过去的事情 就不要再提了 这 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头小猫 怎么会口吐人言了 陈南实在不解 忍不知问道 小玉过去 小玉被陈南压破了数次 现在有大靠山在身旁 胆子历史大了起来 听闻陈南称呼他最讨厌的名字 色虎 小猫 气得不断哼哼 最后忍不住跳了起来 窜到陈南身上 想来的蹬鼻子上脸 不过却被陈南一把攥住了 小玉如同一个负气的孩童一般 一对毛茸茸的小胡爪 使劲地挠陈南的手臂 口中气呼呼地叫着 我抓抓抓抓 我靠 色虎你还没完美了了 尽管小玉难以伤到陈南 不过也令他看起来有些狼狈 但无论怎么看 这个虎王都似乎和端木有些关系 陈南不好真个伤他 端木微微仰手 用无上妖力 将小玉拖了回去 小虎其实早已修炼到五阶妖境了 天元大陆中部地带的十万大山中 多山精一怪 虎王小玉便是那里的 一只通灵虎王 修为已经达到了五阶境界 而且 他乃是端木的 一位老友的后代 毕竟是名妖之后 所以他修炼不过千年 就几乎已经快能够化成人形了 但非常的不幸的是 虎王小玉在十万大山中 无意间闯进了 镇压紫金神龙的那座神殿 被里面那个如同干尸般的家伙 生生吸去了真元 结果有五阶 直接跌倒了一阶境界 虎王小玉虽然气得要抓狂 但也没有办法 想找他爷爷老虎王为他报仇 但老虎王成年在外游历 十数年难得回十万大山中一次 小玉没有办法 只得怀恨在大山中苦修 以期早日恢复元气 结果不想 苦修了几十年 好不容易恢复到了三阶境界 就碰到了陈南 差一点就被击杀 更为悲惨的是 他的修为再次跌到了一阶境界 险些将虎王小玉郁闷死 后来发生了一系列事件 陈南逼着他再次前往古神殿 这直于让他抓狂 再次见到那个如同干尸般的大仇人 他但虽然暗恨 但却没有丝毫办法 总算小公主堆得起小玉 在回到楚国皇宫后 找来各种灵丹妙药帮他恢复元气 使他再次恢复到三阶境界 这一次 小玉被陈南放入昆仑玄界 不久便遇到了端木 对于爷爷的这位友人 他记得清清楚楚 简直就像没妈的孩子 遇见了亲人一般 熬的一声就扑了过去 端木从虎王小玉的口中 了解了他一系列的悲惨遭遇 最后不仅给赐给他几滴地乳 还不惜耗费功力 帮助他恢复元气 令他的修为 跨入了四阶境界 虽然没有恢复到 全盛时期的境界 但他毕竟是名妖之后 所以在四阶境界 就已经能够开口土人狱了 陈南恍然大悟 一下子想明白了许多事情 怪不得虎王身上古怪多多 怪不得他在一阶境界时 就能够随意变换身体大小 怪不得古神殿中 那个干尸人的他 现在这些事情 都可以理顺了 显然 端木也早已猜测出 那个如同干尸般的老人 就是那个所谓的古神 虽然早已明了其中一些情况 但陈南心中 还是有着许多不解之处 古神殿中那个老家伙 可是一个异常危险的人物 虽然有重伤在身 但想必要杀死他的话 也不会费多少力气 那个古神 为什么没有像对待小玉那般 吸收掉他的元气呢 为什么向他透露封印的蛮兽 以及玄武甲的信息呢 这令陈南百思不得其解 恐怕只有再次见到他 才能够了解其中的隐秘 年轻人还是放到那两个女孩吧 毕竟其中一人乃是小虎的朋友 而另一人的师门 则与昆仑妖族一脉 有着一些来往 端木脸上充满了异样的笑意 陈南感觉一阵脸红 被这个老妖魔这样一说 他仿佛成了一个 十足的奸邪之徒 既然老妖怪这样说了 陈南不得不打开那天地 将两女从里面放了出来 呼的一声 两女出来的刹那 老妖魔端木飞了进去 陈南为避免和两女纠缠 也直接飞进了那天地 老妖魔一进入陈南的那天地 立刻被那株将近 二十米高的定敌神术 所吸引住了 第348章 无提端木忍不住赞叹道 好一棵神树啊 有这样一件圣物 即便封闭空间出口 不汲取大天地中的灵气 这片空间也成一方小天地 能够自己自足啊 就在这时 混沌地带传出阵阵龙鹰奉鸣 显然三个得到莫大好处的家伙被惊醒了 现在出关在即 喉 龙宝宝最先冲了出来 黄金神龙区金光闪闪 长足有三十丈 巨大的神龙翼 荡起一股猛烈的狂风 喉 紧接着紫金神龙飞了出来 紫光闪闪的灵甲光芒璀璨 同样长达三十丈的龙区 在空中舞动如云 哇哈哈 龙大爷终于再次踏足六阶领域了 嗷呜 紫金神龙一边狂笑 一边发出震天的长嚎之音 最后出场的是小凤凰 他晃晃悠悠地飞了出来 身体大小未曾改变 不过任谁也能够看出 小不点和以前大不一样了 一双美丽的凤幕中充满了灵气 不再像先前那般迷迷糊糊 身上的七彩羽毛更加光亮 阵阵流光一彩 在上面不断闪现 当听到小凤凰曾经吞噬过一枚猿鹰果后 端木哈哈大笑道 原来如此 怪不得小家伙进步如此神速 这真的是天大的复远啊 对此 陈南只能翻白眼 什么复远啊 还不是小不点有样学样 沾染上了龙宝宝的习气 终于到了离开昆仑的日子 如今两条龙的修为 都已经在六阶以上 陈南信心百倍 现在终于可以有番作为了 小公主真是恶魔的姐妹 和昆仑玄界内的诸多妖怪 打得一片火热 竟然奈在这里不想走了 孟克尔没有办法 只得游得她去 大不了回去通知她姐姐一声就是了 小凤凰竟然对龙宝宝和陈南产生了感情 在离别之际大哭大闹 说什么也不答应 最后四大妖魔 做出了一个令陈南目瞪口袋的决定 允许小凤凰和他们一起去外面闯荡一番 他们之所以如此放心 理由很简单 小凤凰乃是不死神鸟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比只神龙的生命力更加强盛 小不点终于满足了 再也不哭不闹了 陈南也很满足 有小凤凰这个未来的昆仑之主 夹杂在他和昆仑中妖之间 他便等同于和昆仑建立了一种密切的联系 等同于多了一个强大的后盾 我是一只小小鸟 想要飞啊 却飞也飞不高 我寻寻觅觅觅觅觅觅 一个温暖的怀抱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离开昆仑玄界后 小不点一边鸣唱 一边可怜兮兮地望着两头龙与陈南 痞子龙肯定是不会伺候这样一个小家伙的 龙宝宝也不可能载着他飞行了 原因是 小不点有足够的速度 能够跟上他们 最后 还是陈南心软 见不得小凤凰那水汪汪的单凤眼 将他放到了尖头 陈南爸爸好 小龙哥哥话 听着小不点亲热的话语 陈南险些自高空中栽落下去 这个小凤凰亲热的未免过分了吧 怎么转眼间就成爸爸了 不过想到未来的种种可能 他还真有可能会成为小凤凰的奶爸 想到要照料这个小不点 他就头疼 痞子龙流氓习心不改 对着同他们 一起离开昆仑玄界的孟可尔高声叫道 嗨 美女我带你一程 孟可尔还没有发作 小凤凰便开始有样学样的喊了起来 嗨 美女我带你一程 去 大人说话 小孩少插嘴 痞子龙赤道 偏步 我就学 嗨 美女我带你一程 陈南一阵头大 四大妖魔让这个小不点跟着他们 真是一个重大的错误决定啊 瞧瞧他都学到了些什么 有好榜样 在前 可想而知 长大后的小凤凰会是什么样子 孟可尔本想直接给痞子龙的一件的 但看到小凤凰如此样子 不禁被逗得样起一抹笑意 临别前 端木反复暗示陈南 希望他不要对孟可尔不利 他现在当然不想去招惹他 然而 在昆仑悬界内 未曾对陈南说过一句话的孟可尔 现在突然对陈南开口 道 好 我就让你们送我一程 阿陈南有些惊讶 紫金神龙更是张大了嘴巴 龙宝宝则小声嘀咕了一句 最难猜摸过女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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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凤凰又开始学舌 怎么 不愿意 你害怕吗 原本脸色平静的孟可尔 微微露出一丝挑衅的神色 令这个宛如仙子般的圣女 看起来别有一番韵味 怕 我怕什么 陈南欲空飞行 来到他的镜前 伸手不要去拉他 孟可尔驾驭御连台 快速闪向了一旁 而后荡起阵阵光滑 飞到了紫金神龙身上 道 走吧 陈南大笑 同样飞到了痞子龙的杯上 老痞子翻了翻白眼 快速向前冲去 哦 光明大神棍在上 神说 当一个女人长久地恨一个男人时 他自己也要失陷了 龙宝宝调皮地冲着小凤凰 眨了眨大眼 果然 小不点又开始有样学样 神说 当一个女人长久地恨一个男人时 他自己也要失陷了 闻听此话 孟可尔差点拔剑 不过最终他叹息了一声 道 陈南 我现在想向你借一样东西 嘿 不会是我的命吧 不 是你的那天地当中的那棵定地神术 我想借他去镇压蛋台圣地的恶魔 这个 暂时恐怕不能 因为我现在 需要用他去战斗 陈南不得不回绝 他即将要征战杜家玄界 绝不可能将这件圣物借出去 哼 我只是暂时借一段时间 先将恶魔的煞气镇压下去 当寻到其他神物后 定然会立刻还你 孟可尔有些气恼 修炼界中众多年轻子弟 向来对他静如天人 如果他提出什么请求 可以说 没什么人会拒绝 即便定地神术乃是西式宝物 但两人毕竟曾经发生过一些事情 这个家伙竟然不想借助这个机会 缓和一下敌对的情绪 居然一口回绝 简直不可饶恕 当然 这些都是孟可尔在刹那间产生的情绪 不过瞬间 他便平静了下来 暗暗斥责自己 竟然声称 方才险些露出一些 不该应有的小儿女心态 但台圣地 到底封印了一个什么样的恶魔 陈南始终存在着疑惑 现在终于可以借此机会询问了 不知道 没有详细记载 是哪个时期封印的呢 为何不彻底把它消灭呢 大概在万年前就被封印了吧 想把它彻底灭掉 哼 恐怕天下间还没有一人有如此神通 要知道 万年前弹台祖师联合诸多仙神高手 仅仅能将此人封印 却不能够彻底将之灭杀 陈南倒吸了一口凉气 这到底是怎样的人物啊 想必天界的弹台圈 现在已经成了一方先主 如果当年那个连他都无法压制的恶魔冲出来 会有着怎样的神通呢 这绝对又是一个传说中的无敌人物 应该和风魔在同一个等阶吧 好吧 等我办完一些重要的事情 会登门拜访弹台古圣地的 到时候 陈南没有说下去 因为他不能肯定 到底是去弹台古圣地封魔 还是去营救那个恶魔 不知道为何他有一种感觉 似乎被封印的人和他多少有些关联 也许 探寻万年前的秘密 这是一个绝好的突破口 不过却需要他有强大的实力做后盾 不然有可能会死在那个恶魔的手中 孟可儿慢慢平静了下来 平淡地道 如果你肯借定地神术给弹台圣地 我派所有人都对你感激不尽 好吧 如果你有这个想法 可以随时去楚国皇城 寻找我楚越师妹 说吧 孟可儿冲天而起 驾驭着玉莲台 飞离了紫金神龙 好的 我知道了 陈南挥了挥手 小凤凰似乎也知道轻重 在谈正事时 并没有捣乱 只在最后学着陈南的样子 挥了挥亮丽的语意 叫道 好的 我知道了 数月前 陈南一战工程 在东土年轻一辈号称第一帝王 再无敌手 传遍了东西方 所有人都牢牢记住了这个名字 现在 他的目光早已不局限再凡俗戒 他将要第一次正面相对杜家玄界众人 按照在昆仑玄界中所获得的信息 陈南指点紫金神龙穿云破雾 向着东大陆北部的拜月国飞去 第三百四十九章 杜家玄界 拜月国民风彪汉和楚国 安平国并称为东大陆三大霸主国家 国土面积广大 多高山地带 而杜家玄界 在现实世界的坐标 便位于拜月国西部 赫赫有名的太行山区域 太行山脉绵绵不绝 一道道重山峻岭 宛如一条条凶龙一般 趴扶在地上 虽然知道杜家玄界的坐标 位于太行山脉内的第二十七高峰之上 但要在这片茫茫群山中 搜索起来 谈何容易 毕竟 有的之脉一直绵延出去 上千里有余 还有许多高峰看起来高矮相近 很难辨别孰高孰低 好在 如今的陈南能够飞行 还有龙宝宝和紫金神龙相助 一人两龙分三个方向 开始在茫茫太行山 寻找第二十七高峰 这种工作非常枯燥 绵绵千里的一座座高峰 需要逐一扫描 直到五日后 两人一龙会合在一起 才最终确定下来 十几座候选山峰 由于这些高峰散落在各地 而且高矮相近 他们又不得不采用逐一排除法 不过在飞灵到 第十一个目标山峰时 陈南终于感觉到 有些不寻常 他感觉四面八方的天地灵气 似乎都在向着这座山峰汇聚 不用找了 这座山峰 一定就是所谓的第二十七峰 也就是杜家玄界 在这个世界的坐标 陈南肯定得到 你怎么这么肯定啊 紫金神龙问道 用心去感应 可以察觉这里的灵气波动有益 每一个玄界 都要与现实世界相通 需要庞大的灵气补充所需 像杜家这样强大的家族 一定会在玄界内设置一些阵法 加快灵气流通 根据以上这些 可以判断杜家玄界就在此地 第二十七高峰直插云霄 如一尊超级远古巨兽 矗立在那里一般 气势磅礴 陈南率先冲上了封顶 两条龙紧随其后 只是刚刚来到顶峰上 原本的山石 陵墓突然都不见了 开始出现一组组幻想 令人感觉昏昏沉沉 直欲就此长睡不起 有古怪 似乎是迷魂阵 陈南轻声提醒道 紫禁神龙刚要大笑 陈南急忙制止了他 不过老痞子 依然得意非凡 放低声音嚣张地笑道 我虽然不敢说是阵通 但我还是要说 这种阵法对于我来说小菜一碟 要知道 当年我曾经沉浸于此道 足有十年之久 说霸痞子龙快速动作了起来 拔掉一些高大的古术 抛掉一些巨大的山石 很快就破去了迷魂阵 不过痞子龙并没有就此停下 略微思考了一下 又开始做类似的事情 直到半个时辰之后 他才停下来 道 度假的人还真是小心 除却迷魂阵外 还有三个绝杀阵 好在我惊言辞到 不然今天我们说不定还没开打 就吃了个小亏 一道直径 足有十丈的巨大空间之门 出现在高峰之上 光芒点点 显得格外奇异 这就是小肚子的家吗 龙宝宝好奇地打量着空间之门 道 看样子里面一定很开阔 说不定也如昆仑玄界一般 有鲜果园之类的好地方 小龙露出一副憧憬的神色 道 我们一定要大干一场 如果有那样的地方 放心交给我好了 我一定会将它彻底毁灭的 且 就知道吃 肥的 都快成小皮球了 陈南轻轻敲了他一记 且 就知道吃 肥的 都快成小皮球了 小凤凰也附和道 不过紧接着又小声道 其实我也想吃 陈南看了看月月欲试的两条龙 道 我们这次找上门来 并不是要和杜家决一生死 我有自知之明 目前我这样的修为 如果深入杜家玄界被发掘后 保证有死无生 就是加上 你们两个也远远不够 紫金神龙如今恢复到六阶境界 信心百倍 文言撇了撇嘴道 那要怎么打 种种蛛丝马迹表明 杜家玄界的老一辈高手 似乎不能处理这片玄界 我们只要 守在空间之门的外面就可以 杜家年轻一辈 出来一人就灭一人 看看老一辈 是否强行突破出来 这个主意不错 我最喜欢堵在别人家门口打架 嘿嘿 邪恶的痞子龙 想起了一些往事 傻笑了起来 龙宝宝一直在对着空间之门发呆 这时突然道 我怎么感应到了一个 强大到难以想象的存在呢 这里不会有一个超级远古巨魔吧 小凤凰也四目四样地点头道 我也感觉到 好像有一个大凶魔在里面 其实 陈南也有这种感觉 不过一直无法确认 现在听小龙如此说 他眉头渐渐皱了起来 如果这是度假的人 情况实在不妙 没关系 不管他有多强 都不可能闯出来 嗯 我还有另外一个 对付他们的方法呢 真正的反击 从现在开始 陈南并没有闯进度假玄界 他不想冒险 只是举起一块千斤巨石 用力投了进去 而后让痞子龙和龙宝宝开始吼笑 龙啸震天 令整片太行山都在战里 巨大的吼笑之音 直对度假玄界入口处 里面的人不可能听不到 这么大的动静 果然未及片刻中 度假玄界内 快速冲出一队人马 能有三十人上下 这些人都很年轻 显然都是度假新生代的人物 那个领队高声地冲着 陈南喝道 你是何人 竟敢来此大闹 你可知道 这是什么地方吗 这里不就是度假玄界吗 难道很特殊吗 陈南懒洋洋的道 看起来非常的散漫 哼 既然知道这是东土皇族圣地 还敢前来搅闹 我看你是活腻了 那名领队真是非常恼目 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况 居然有人打上门来了 且 还黄族呢 黄狗倒差不多 一丈长的紫金神龙 快速放大了身子 探着一颗硕大的龙头 向前凑去 啊 龙 神龙 领队大惊失色 同时像是明白了什么 师生惊叫道 难道你是陈南 答对了 陈南已经看出 这三十人修为有限 甚至有些人 还没有达到阶级未经界 不过是寻常的看门人而已 他不想为难他们 大声喝道 快去里面通知 就说要命的祖宗来了 要度假老一辈高手 把脖子洗干净了 准备挨刀 三十人静若寒蝉 现在度假玄界哪个人 会不知道陈南的大名 他已经先后斩杀 度假多位高手 年轻一代八节当中 已经折在他手中六位 包括第一高手杜浩 也被他斩下了头颅 这些人快速向后退去 眨眼间便消失在 空间之门内 度假玄界无比广阔 即便这些人去报信 也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如此过了一个时辰 空间之门传出阵阵波动 一杆杀气腾腾的度假子弟 快速冲了出来 这些年轻人 绝大多数都是男子 身体个个无比强健 每个人手中都擒着 寒光闪闪的利刃 所有人都外放着 强者的气息 显然这是一对死士 是那种经过鲜血洗礼 经过死亡考验 淡漠生死的人 陈南摇了摇头 道 度假的老乌龟 是让你们来送死的吗 说句难听的话 你们在我眼 如同蝼蚁一般弱小 所有人皆动怒 就要向前冲去 退下 就在这时 空间之门内 传出一个清脆的声音 一个体态恶怒的女子 从里面走了出来 她眉目如画 堪称角色 不过却透发着一股冰冷的寒意 浓重的杀气 弥漫在当场 一 陈南微微一惊 这个女子竟然被天使掠走的度灵 没想到她竟然安然回返了度假 陈南你好狂妄 竟然打到我家门口来了 我们没有去找你麻烦 你应该躲起来才对 现在竟然上门送死 可恶 该杀 度灵冷冷地道 陈南忽然感觉有些不对劲 这个度灵给她一股奇怪的感觉 具体怎样说不上来 她开始仔细观察 上次 度昊被杀死时 度灵咬牙切齿 但今次见面她 竟然如此的平静 实在有些古怪 同时 陈南注意到 她的气息有些不对 仿佛很混乱 又仿佛很强大 在剧烈地波动着 让人捉摸不透 你该不会是那个 所谓的圣战天使吧 哼 看来你知道的还不少吗 度灵冷哼了一声 道 我不是圣战天使转世 但却要强于圣战天使 看来因为你并不是圣战天使 才被放了回来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真不知道你有什么资本杀死我 哼 你马上就知道了 度灵冷冷一笑 绝美的容颜 闪现出一股妖异的光彩 第三百五十章 双魂共体 让我来 陈南刚要上前 紫金神龙却先冲了上去 但是 度灵却向后退去 道 陈南难道你不敢与我一战吗 我只想和你战斗 好 我就亲自出手与你一战 陈南让小凤凰飞到空中 他大步向前走去 他实在难以想象 度灵有什么本领 想要与他这个六阶高手一战 度灵腾空而起 动作优美到了极点 翩翩如飞凤 不过下手却特别的很辣 十道困神指力如 十道金色的神光一般 穿叉而下 向着陈南袭来 痴痴破空之声 不绝于耳 诚然 度灵的修为 已经达到了五阶顶峰 隐隐有盖过 全盛时期的杜豪的风头 但如果仅仅凭这种实力 陈南实在看不出 对方怎样来击杀他 陈南仅仅简简单单地 向前推出一掌 不过这毕竟是 这六阶高手的掌力 远非五阶高手 所能够抗衡的 尽管困神之力神鬼莫测 但度灵毕竟还处在 五阶境界 根本不能够与陈南抗衡 十道金色的直力 全部融进了 陈南的浩瀚掌力中 但即便如此 度灵也根本不躲避 那汹涌澎湃的劲气 他竟然在空中施展天魔八步 继续向前冲去 同时打出了一记灭天手 轰向那即将灵体的掌力 可以预想 然而 事情出人意料 度灵的身体 竟然爆发出一道道 血红色的光芒 而且拍出的灭天手 竟然也变成了血色 他竟然生生冲过了 陈南的狂猛掌力 且 右手中快速化行出 一把十字化的血剑 向着陈南狠狠地劈去 想冲破六阶高手的 狂猛进气 那么必然需要 六阶以上的力量才能做到 这个变故非常突然 陈南怎么也没有想到 度灵竟然已经是 一个六阶高手 可是 直到现在他还不明白 对方到底是怎样 自先陈南早已仔仔细细 探查了他的气息 根本不可能是一个六阶高手 但现在根本容不得他多想 眼下召唤出死亡魔刀 已有些不急 他急忙猛力 向前推了一掌 不过这毕竟是 仓促间打出的一掌 澎湃的掌力 和血色长剑撞击在一起后 立刻被击溃了 陈南蹬蹬向后退出去几大步 脸色一阵发白 不过好在没有受伤 度灵 陈南冷冷地盯着度灵 就在方才他 感觉到了度灵的气息 不过有些散乱 又并不完全像 这实在协议到了极点 度灵明明已经被他 亲手斩下了头颅 度灵缓缓自空中降落在地 身体爆发出一片 金色与血色相交的光辉 一股强大的力量 波动浩荡而出 显然这是六阶的力量 你可以叫我度灵 当然也可以叫我度灵 陈南不惊 反倒大笑了起来 人妖 哈哈 度灵的脸色铁青无比 无比愤恨地望着陈南 绝美的容颜更显妖艺 此刻他双眼瞳孔为金色 而原本的眼白部位 则变成了血色 看起来有些怕人 透发出两道可怕的光芒 陈南 我现在已经达到六阶境界 现在修为不差于你 今日定然要报仇血恨 度灵本为一女子 可是这个时候 却发出了男子的声音 竟然和死去的度号的声音 一般无二 你竟然霸占了你妹妹的身体 还真是够狠辣 陈南冷冷地道 胡说 哥哥怎么会那样做呢 是我自己愿意 和哥哥共享一个身体 这样以后 我们就可以真正的同生共死了 那具躯体 再次发出了 度灵的清脆声音 两个人共同占据一具身体 陈南感觉有些惊讶 这还真是让人有些吃惊 度号的声音响了起来 度家的血魔大法 乃是天下一等一的魔宫 绝不差于你陈家玄宫 可惜我未能够练到六阶境界 就急于去参加 那该死的帝王类了 不然 如果我的修为达到了六阶境界 就是被 毁去身体又如何 我照样可以再生 但现在却只能和有血亲关系的同胞妹妹 共用一个身体 我恨啊 她仰天大吼 任谁遇到这种情况 恐怕也要发狂 本是一个堂堂七尺男儿 被人誉为天才 前途不可限量 但现在却成了女子之身 这简直不可想象 男人最大的痛苦莫过于此 比之死亡死还要令人难以接受 哥哥 我愿意这样 你不必内疚 如此 我们便可以天天在一起了 听到度灵的话 陈南机灵灵打了个冷战 脸胸 还是 我早就感觉你有些不对劲了 却没有想到如此荒唐 陈南冷冷地道 眼前的角色丽人 令他浑身上下都感觉不舒服 比面对一个真正的阴阳人 还要让人感觉不自在 我一定要杀死你 度好阴冷地低吼道 等一等 我想问一下 方才我明明探查道 你还在五阶境界呢 为何突然间窜升到了六阶 亨度灵冷亨道 不仅哥哥的灵石 进入了我的身体 他毕生所修的力量 也都转入了我的体内 我们的力量可以自由分合 只要合在一起 就可以破入六阶领域 这么强大的力量 用来杀你正和好 一加一远远大于二 竟然还有如此提升力量的方法 不过这代价实在太大了 陈南轻轻叹道 杀 度好早已急不可耐 手持血剑向前冲来 陈南快如闪电一般腾空而起 迅速躲避过度好的血剑 在高空之上冷冷地俯视着他 道 你虽然出步六阶境界 但还远远不是我的对手 少废话 今日我一定要杀死你 快快受死 杜浩冲腾而起 向陈南追劲来 我说过 你还不够格 现在你还没资格向我挑战 陈南如同一阵烟雾一般 自杜浩眼前消失了 杜浩的血剑纸击碎一片残影 当他再次搜寻陈南的下落时 却发现对方已经堵在了 杜家玄界入口处 彻底断绝了他回去的道路 杜浩上次让你侥幸逃命 今天我看你还如何活命 陈南的声音无比冰冷 冲着紫金神龙和龙宝宝 道 你们两个实在缺乏战斗经验 这个人就交给你们了 好 龙宝宝挥舞着金黄色的小拳头 跃跃欲试 但紫金神龙却撇了撇嘴 道 他没资格和你战斗 难道就有资格和我一战了 且 说到战斗经验 这天下间 恐怕还没有几人比得上我 遥想当年 龙大爷可是这片大陆 最最顶端的风云人物 陈南懒得和他废话 直接道 谁先干掉杜浩 下次如果得到天使之心 或者缴获原因果 把他当作奖品 搜 搜 他还未说完 两头龙就冲了上去 龙宝宝只展现出一尺多长的化身 动作可谓快如山闪电 只见杜灵的周围 一道黄光在不停地旋转 那是小龙在上下翻飞 仅仅一瞬间 小东西已经挥出了一百多拳 杜浩的血剑早已被他击碎多次 紫金神龙毫不示弱 为了天使之心 这个家伙也分外卖力 化成龙头人身的样子 拎着一对紫金双结棍 横劈树砸 恨不得立刻就将杜浩砸成肉酱 在天使之心的刺激下 两头龙简直猛到了极点 可怜的杜家兄妹 刚刚品尝到六阶的滋味 就迎来了一场狂风暴雨 为避免高山崩塌 两龙一人一直在高空激战 即使这样 巨大的能量波动 也令附近的几座山峰颤动了起来 声势无比惊人 千变万化 身外化身 杜浩一声大喝 不过现在 他乃是一个绝色美女的样子 再怎么用力喊 也难以体现出刚猛的气势 刷刷刷 原本明朗的天空 忽然昏暗了起来 无尽的血色染红了天空 几道血影在漫天的血光中 若隐若现 准备偷袭龙宝宝与紫金神龙 只是 偷袭还未展开 龙宝宝就喷吐出了一道黄金圣火 快速将血雾驱散了 露出了四道血影 竟然是四个身外化身 比之上次被陈南击溃的化身清晰多了 眉目和现在的杜琳非常相像 两头龙互相对视了一眼 其道 一人两个化身 说完他们分别向几道血色化身冲去 直到这时 杜浩才能够喘上一口气 方才他险些 被两头龙直接轰杀 他现在终于知道 即便是同在六阶出击 不同修炼者之间的差距也是巨大的 杜浩 想逃走吗 我看你如何逃回杜家玄剑 陈南守在玄阶入口处 冷冷地看着他 已经截断了他的回落